今天黑人陈建州现身浓浓的发布会 和陈丽龙一同鞠躬感谢粉丝们的支持 还夸赞陈丽龙孝顺 并且还表示自己非常的支持浓浓 希望粉丝们多多支持我们的浓浓 陈丽龙也对粉丝们叮嘱 记得吃饭照顾好自己 老板陈建州亲自现身去支持浓浓 但是粉丝们似乎并不买账 纷纷指责称当初浓浓被黑的时候 公司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然而现在看浓浓这么火就来蹭热度 指责他靠浓浓炒作 另外近日陈丽龙现身机场 被众多粉丝团团围住 无助的浓浓一直向粉丝鞠躬表示感谢 后来黑人陈建州也在微博转发了这个视频 并称我真的被吓到了 谢谢大家支持浓浓 希望他永远保持赤子之心 谦卑地继续努力 不过公司遭到了粉丝们的轰炸 纷纷指责公司该做事的时候却无作为 到现在浓浓火的时候只知道收利润 粉丝们还对黑人本人进行了轰炸 轰炸追根到底 还是希望黑人能够用心的带我们的浓浓 多多培养保护好他 众多粉丝们也是用心良苦啊